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时间特别关注 捷报频传 徐师小孙孟雅女子500米双人滑艇夺冠 曹元杨健包揽男子10米跳台金银牌 田径人的荣耀苏炳天将担任中国代表团闭幕式骑手 安全送餐 沈阳外卖行业加强疫情防控 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 这种智能取材柜是可以避免骑手与客户去直接接触 减少染染的风险 最美名片 盘景捡棚草修复建成效 红海滩观赏期比往年早一些 一路向南 云南野生项群最新动态 项群结束旅行快到家了 今天是周末 很多朋友可能要外出 今天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 连线晨天 早上好 晨天 方亮早上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早安 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 给我们介绍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早晚比较凉 而且到后半夜的时候还会有点冷 中午的时分会有那么几个小时的炎热 这样的天气模式从昨天立秋往后会一直持续 下周 在下周二开始 全省范围会迎来两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降雨 所以下周二的温度会比现在低三到五度 那周四转晴过后 周四的温度会比今天要降低七度左右 从周四一直到大夏周一这个温度会逐渐回升 回升到跟今天的温度差不多 那再来看一下今天全省具体的天气情况 今天全省都是一个晴好的天气 各地的最高气温是32到30度 最低气温是20到24度 各地的温差并不是那么大 都差不多 而且这个天气和温度跟昨天也是如出一辙 那今天的风力呢 全省都会刮北风或者是东北风 风力达到三级左右 所以说这个体感温度今天还是不错的 伴随着今天的凉爽 还有这个北风的袭来 方亮刚才说了 周末外出活动非常的适合 我们再来看一下沈阳现在具体的天气 现在室外温度是20度 PM2.5指数是35微克每立方米 空气质量凉 今天沈阳是一个晴好的天气 温度32到20度 明天晴转多云31到21度 后天雷震雨27到20度 好的 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了 谢谢陈天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的赛况 昨天是倒数第二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发挥依然非常抢眼 取得了两金五银一铜的好成绩 目前金牌的总数是38枚 依然在奖牌榜上占据第一的位置 那咱们先来说说昨天的第一枚金牌 在昨天的女子500米双人滑艇决赛当中 中国组合徐师小孙孟雅以1分55秒495的成绩夺得了冠军 这也是中国女子批滑艇队的奥运首金 200米过后 两个人越滑越快 最终徐师小孙孟雅以1分55秒495创造出该项目奥运会最好成绩 拿到这枚金牌 这样的话 在500米女子双人滑艇这个项目首次进入奥运会赛场的时候 中国队拿下了这个项目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另外 在男子1000米单人滑艇决赛当中 中国选手刘浩以4分05秒724摘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 这也是中国男子单人滑艇的第一枚奖牌 在本交运会上 中国代表团在水上项目可以说是大放异彩 像游泳翻船 皮滑艇 花样游泳都有奖牌入账 特别是我们的跳水梦之队 只差一点点就能包揽全部的金牌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跳水收官站男子10米台的决赛中 中国选手的表现再次征服了全世界 曹元 杨健以巨大优势包揽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和银牌 把又一枚金牌和又一枚银牌再给中国队加上了 男子10米跳台的最终成绩是曹元获得了冠军 杨健获得了银牌 英国选手戴利拿到了铜牌 在花样游泳团体自由自选决赛中 由郭丽 孙文艳 黄雪晨 梁新平 冯宇 尹诚心 肖燕宁 王谦义组成的中国队以97.300的分数摘得了银牌 俄罗斯奥运队以98.800分获得了金牌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姑娘连续第三届奥运会拿到了银牌 在本届奥运会上 中国代表团在搏击类项目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拳击女子69公斤级金牌战 中国选手谷虹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 这是中国女子拳击在69公斤级的奥运项目上历史上的首快奖牌 第三回合结束之后 是否会有变化 在女子自由式摔跤5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 29岁的孙亚男对阵日本选手虚其优衣 最终的孙亚男不敌对手摘得了一枚非常宝贵的银牌 孙亚男是咱们辽宁姑娘 在这场比赛之前 亲朋好友和家人早早的就坐在电视机前 给咱们的辽宁姑娘加油 在孙亚男的家乡 丹东市奉承机关山镇宝石山村内 亲朋好友和乡亲们早早的就相聚在了孙亚男的父母家中 父亲孙少彬和母亲孙京特意穿上了红色的短袖为孙亚男加油 这次能在东京奥运会上摘得银牌 对于父母来说 女儿就是他们最大的骄傲 为我姑娘感到骄傲 你知道吗 站在世界舞台上 为祖国孙亚明天金牌 下次继续 在此前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50公斤级预赛中 孙亚男一路过关斩将 在半决赛迎战美国选手时 孙亚男在一度1比7落后的被动局面下连得9分 以10比7逆转晋级 在里约奥运会女子自由式摔跤48公斤级 孙亚男获得铜牌 经过5年的备战与努力 这次她将自己的奖牌升级 孙亚男的这枚银牌也让辽宁运动员的奖牌数继续增加 截至8月7号晚 辽宁运动员已在东京奥运会赛场 获得2金3银2铜共7枚奖牌 记者崔西红 李向荣报道 空手道是东京奥运会的新增项目 昨天中国选手龚力在空手道女子组61公斤以上级半决赛当中 以2比7不敌阿赛外交选手无缘决赛 那根据比赛的规则 龚力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为中国队再添一枚奖牌 今天是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将会在女子篮球 男子马拉松 拳击 场地自行车 手球 艺术体操 女子排球 水球等项目上产生13枚金牌 接下来我们盘点一下 看个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的比赛中有哪些看点 大家好 我是记者于胖 今天是8月8日 是我们国家第13个全民健身日 今年全民健身日的主题是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今天也是东京奥运会最后一个比赛日 今天过后奥林匹克将正式进入北京时间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而衔接这一切的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就是今天 接下来让我为您打开今天东京奥运会的看点 在全机女子重量级半决赛中 中国拳手李倩完胜俄罗斯奥运队的 马格梅达利耶瓦进入最后的决赛 决赛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英国拳手普赛斯 虽然实力上处于下风 但到了最后金牌的争夺战 狭路相逢 勇者胜 一切皆有可能 今天下午希望李倩能够勇夺这枚拳击金牌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将在今晚7点开始 9点半结束 持续两个半小时 比原计划的三小时缩短了30分钟 原定日本天皇等重量级人物 纷纷选择不参加闭幕式 闭幕式将远不如开幕式那么隆重 表演环节较少 更多关注的是奥运圣火的熄灭仪式 以及与下届奥运主办城市巴黎的交接环节 东京奥运会的大幕即将落下 我们每个人马上也要回归到各自的生活轨迹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但是请不要忘记 东京奥运的主题 情同与共 在生活的赛道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名运动员 最后啊 我跟各位老铁分享一个减肥小窍门啊 是啥呢 就是平时啊 如果不运动 就不要老穿运动服 否则越穿越胖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 好了 诸位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奥运点睛 我是于琼 咱们相约 2024巴黎奥运 再会 今天晚上 东京奥运会将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 目前呢 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确认了闭幕式的棋手 这就是亚洲飞人苏炳天 对于这项光众的任务 苏炳天表示说 能够担任棋手 这是中国田径人的荣耀 苏炳天在本季奥运会上参加了男子100米和4成100米接力两项比赛 在男子100米半决赛当中 苏炳天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了亚洲记录 排名第一进入决赛 成为我国首位进入男子100米决赛的运动员 最终呢 决赛排名是第六位 在男子4成100米的接力决赛当中 苏炳天与队友配合跑出了37秒79的好成绩 追平了全国记录 也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本季奥运会上呢 中国乒乓球队以四金三银为东京奥运会这个征程呢 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女团男团决赛之前呢 刘国梁分别给即将登场的三位女队员和三位男队员 做赛前的动员 满满的自信和强势 他对马龙许欣和樊振东说了 说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我们三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是最佳阵容 我就不信 有人会赢得了中国乒乓球队 刘国梁跟女队员们说 说进攻 坚持进攻 疯狂进攻 伊藤要是有招 他早有招了 他没招的话 他也没招 遇上了日本啊 你们开心都来不及呢 你们三个伙伴 这一搭肩膀呢 就是幸福上场 这听起来似乎是有点凡尔赛 但确实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您说是不是 许欣能说会闹 被很多网友啊 就是戏称说 欢乐喜剧人 在赢得乒乓球男团金牌的那一晚上呢 许欣深夜发微博 感叹说这块金牌的分量很重 这个背后呢 是整个团队的付出 他们同样是英雄 可是呢 他还是想把这块金牌送给 即将到来这个世界的小棉袄 他的奥运已经结束了 运动生涯 但还未结束 所以继续向前冲吧 最后呢 还问了一句 就是说这些天 你们笑完了吗 看来这位乒乓球选手 对于自己喜剧人的人设 还是挺有了解的 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混双冠军 日本名将 水谷笋 昨天宣布退役 在过去几年呢 水谷笋深受眼疾的困扰啊 他做出这个退役决定呢 也是因为这个眼睛影响特别大 本来呢 他是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打乒乓球 打到四五十岁 但是目前来看 他是没办法坚持到那个年龄了 那本教育运会上 水谷笋用成绩给职业生涯 画上了一个还是不错的句号 在这也祝福这位老朋友吧 也是一位好对手 昨天 北京首钢篮球队的球员林书豪 在微博上说 他被确诊了 感染新冠肺炎 那这是他从旧金山 飞抵上海之后隔离的第三天 收到这样一个检验报告 他说了 在获知核酸检测结果 称阳性的最初几个小时里 他是特别的震惊 并且有一些慌乱 因为他在美国已经是打过疫苗的 来中国之前呢 也做过很多次的核酸和血清的检测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旅途当中 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状况 总之 他还是被确诊了 患有新冠肺炎 目前呢 他已经恢复了瓶颈 在上海一所医院 正在进行隔离治疗 他的症状是属于轻症的 很快就会好起来 他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疫情远远没有结束 希望大家都不要放松警惕 好 再来关注一下 咱们身边的疫情防控 在沈阳市 沈阳市发布了疫情公告 经过沈阳市新冠疫情防控专家组 综合评估研判 并且请示了省总指挥部的同意之后 从8月7号 也就是昨天开始 将沈阳市大东区株林路50-15号楼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其他地区的风险等级不变 至此 沈阳市痊愈都已经变为低风险地区 截至8月6号的16点 沈阳累计排查到密切接触者331人 次密接触者1357人 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已经全部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目前沈阳市现有本土确诊病例4例 均在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生命提升平稳 8月7号 大连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办公室下发通知 要求暂停部分活动和部分场所营业服务 通知明确 向棋牌室网吧 KTV 迷你哥永廷 还有自住KTV歌坊等等休闲娱乐场所 还有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不含内嵌市小型养老机构 还有社区活动场所 以及内部的浴池一律暂停营业 同时呢 暂停结婚登记颁证等等相关服务 实施婚姻登记预约服务 暂停祭奠等殡葬活动 那说到了加强疫情防控 窗口单位更要加大力度严格措施 沈阳外卖行业采取智能取餐柜 无接触配送 为骑手接种疫苗等等很多的措施 给市民送餐安全保驾护航 昨天上午 记者在一家外卖平台APP上 随机购买了一瓶饮用水 通过选择就近取餐柜取货的方式下单成功 不久以后附近站点的外卖骑手迅速把货送到了附近商铺里的取餐柜 然后记者在取餐柜前扫码取到了货 从下单到取货成功 一共用了大约20分钟时间 目前外卖平台已经在沈阳的核心写字楼 商圈等20多个地点设置了40多个智能取餐柜 为保证用户棋手在送餐收餐环节的安全 最大限度降低人与人的接触 沈阳各家外卖平台持续推行 无接触配送 在用户端口开通选项及提示 倡导消费者通过订单备注 电话APP内的即时通讯系统等方式 与棋手协商餐品放置位置 减少收餐环节的接触 外卖平台在各站点设立了健康状况台帐 每天对骑手的健康状况保持登记跟踪 并且通过线上视频打卡审核 线下抽检相结合的方式 监督骑手口罩佩戴落实情况 保障骑手送餐各个环节符合防疫规范 此外在遵循各种愿重敬重 应重敬重的原则下 外卖平台积极展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美团配送沈阳这一块的骑手 已经疫苗注射率已经接近了90%了 那针对于新入职的骑手 以及因为工作原因 没有注射上疫苗的骑手 我们也是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 进行了这个骑手接种专场的铺设 让骑手快速的便捷的去接种这个疫苗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 口袋公园 这个词最近出现了频率特别高 顾名思义 口袋公园就是规模很小的城市开放空间 他们基本成班状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当中 是服务市民的身边率 也是城市改造当中的微信服务 目前沈阳第一批300个口袋公园已经完成建设了 他们到底长什么样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节目将会为大家逐步揭秘咱们身边的口袋公园 我现在是在于洪区的西郊园 这个园的建设时间还是比较早的 在1987年就已经是建设完成了 当时西郊园大部分都是绿树 而且可供咱们市民休息的空间还是比较有限的 那经过了口袋公园的建设之后 能够看到目前咱们西郊园是重新换了铺装 并且增加了更多的这样的座椅 而且是增加了像我身后的凉亭 还有我手边的这样的长廊等等的 这样的咱们的城市家具 经过这样的改造之后 咱们市民可供娱乐和休闲的空间就大大的增加了 西郊园总占地面积约4200平方米 除了绿化层次分明 景观效果也尤为突出 整时种植池及整时座椅 打造出了这里特有的人文景观 说到西郊园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 那就是城市家具 城市家具指的就是各种户外环境设施 具体就是比如说服务设施 安全设施 交通设施 景观设施等 比如说那个服务设施 其中就包含 比如说休闲座椅 狼架 亭子 等等 以丰富城市家具为主的口袋公园 在沈阳还有很多 比如铁锡区的劝公园 就为市民安装了儿童游乐设施 同样位于于虞虹区的厅江园 则是做了很多的灯光效果 打造别样的夜间口袋公园 群众关心五小事 省营商局通过梳理辽宁省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 积极解决群众 极难筹判的问题 在细微处持续改善 我省的营商环境 今天就来关注 房屋产权证办理的问题 解决历史遗留项目 办证工作是造福百姓的民生事业 辽宁省沈阳市 湖南区的丰华园小区 自入住以后 因为开发企业的相关问题 一直没有办理产权证 如今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小区居民终于拿到了 迟到了15年的产权证 丰华园小区 共有5栋房屋436户 回迁和购买商品房的业主 自2005年4月入住后 一直因开发单位建设手续不全 导致不能办理产权证 一些业主在给孩子办理上学 或者房屋交易抵押 等需要使用产权证件时 受到很多影响 能够拥有一本产权证 小区业主们期盼已久 反正那种心情是无言 就是没法表达 就是说心里非常就是说 也焦虑非常就是说的难过 2019年初 相关部门通过梳理平台诉求案件 发现反映 丰华原小区业主回迁和购买房屋多年后 不能办理产权证问题 立即对该小区进行了摸底调查 省营商局及沈阳市浑南区 组织各相关部门 积极为问题想办法找出路 督促开发企业配合 共同推进产权证的办理工作 我们接到省平台转办的群众诉求以后 对案件进行了非息研判 第一时间将诉求派发给了相关责任部门 像这类疑难重点案件 我们由专人进行跟进 负责每周的督办 采取分级调度 一旦涉及到跨部门之间 联办的疑难案件 我们立即取用我们的法定 商定拍定的工作制度 各单位经过充分讨论 认为风华原项目的问题归根结底 在于开发项目手续不全造成 不应牵涉合法购买 和被安置居民的产权证办理 结合实际情况和政策规定 按照无措优先违法必究原则 决定在房屋完善工程质量 和消防安全检测合格后 先行为符合登记条件的入住业主 启动办证程序 居民拿到了红彤彤的产权证 解决了百姓入住多年无证的困惑 哎呀拿到房产证的时候就不用提了 非常非常高兴 因为没有这房产证我们什么也干不了 寸步难行 孩子上学都很困难 那高兴嘛 这彻底高兴的 吃肉 好了买卖能教室 在房地产都有立案的 这一举策 创新性的将业主善意购买 与开发企业未按程序开发 进行分开处理 以政策为支点 在维护居民权益和手续整改中 取得平衡 为解决多年来的遗留问题 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为了解决群众半正难的问题 不再让群众继续难下去 浑南区成立了解决历史遗留 未发症问题工作专班 作为常设机构 努力推动问题解决 近五年来 我们共解决了3.4万户 遗难户的办证工作 仅今年上半年 我们就完成了两千来户 那么预计在今年下半年 我们再通过努力 再完成三千户的 遗难证的办理工作 记者赵顿 赵宏宇报道 盘景 红海滩 往年的观赏期 一般都在九月份左右 但是今年刚刚历秋 红海滩的检棚草 就比以往红的要早一些 面积也比往年大了很多 火红的生命色泽 如云征霞味 这是大自然赋予的 得天独厚的美丽 也是海洋环境 及湿地系统 健康自然焕发的色彩 那么问题来了 红海滩今年 为什么这样红呢 进入八月份 红海滩的检棚草 格外的茂盛 今年红海滩的面积 比去年红得早 红得快 红得好 在我身后 盘景红海滩 国家风景廊道内 一望无际的检棚草 就像刚刚出水的珊瑚 红得那么热闹 然而在几年前 红海滩的面积 是在不断地减少 但是今年 它的面积不减反增 可以说检棚草 科学的种植 补植这项技术 立下了不少的功劳 选择贪图检棚草 密集的地方 潮指纯正的 刺检棚草指 做个采集 建造了几处四眼田 包括这样的一个 那边建造了一个淮岩寺 每天呢 对这个海水 泥土的一些采样 这样的就有益于 我们每年 什么时间播种 对后期的草苗 还有这些海水 草苗的观测 这样积累了我们一些 种植经验 今年我感觉吧 今年好像批 往年红的 好像赌啊 以前没有这红 往年都11千 好像红吧 今年说 看那个朋友圈发 有的是来 往又来一点 它每一个位置 都是特别的 历史来自于 是红的一点 家乡买必须得逛啊 这是我们 潘雨的最好的影片 将彩色稻作原料 大地为画布 在红海滩的另一侧 就是面积为 7500平方米的稻田画 唱之山歌给党听 将传统农业和文化创意 湿地旅游相结合 稻田绿也应称着海滩红 每年都是一个主题 不一样 往稻田画 原先有那样的卡通的啦 什么都有 哎呀 亲友都中呗 谈你人的骄傲呗 一边是红色检棚海滩 一边是绿色稻谷麦浪 红与绿颜色的碰撞 也是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的结合 我们在景气应用发展的同时呢 也一直肩负着生态保护 和湿地修复的责任 我们这里呢 是中国最北海岸线 也是辽河入海口 我们这里的生态环境呢 保护好了 其实也是对海洋 生态环境的一种维护和保护 记者金潇潇 程拓报道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周末真好 愿女儿无忧无虑地长大 一生幸福快乐 再来看最后一张 观众木头发来宝贝的成长印记 她说从青岛到厦门 从三岁到六岁 妈妈的宝贝在茁壮地成长 今年你将成为小学生 希望你健康快乐 也希望你能够努力学习 妈妈永远爱你 照片定格精彩瞬间 视频记录日常幸福 欢迎您参与到周末生活秀 您可以关注第一时间的公众号 发送生活秀加图片和您想说的话 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生活秀的电子信箱 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接下来温故知心说古论今 夏季吃什么菜爽烤下饭又下酒呢 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经典的烟菜 腹水辣芥菜 南宋诗人刘克庄 有这样一首诗题目叫 速翁享食门芥菜 这个诗是这样的 食指清晨度 禅闲亦未来 高情分食戒 辣性四除来 这个芥菜 是我国的原产蔬菜 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芥菜的品种很多 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 其中最经典的吃法叫属腌制 这个说起腌芥菜 我们东北人首先会想到的 是冬天来临之前 我们要腌制的那个叫芥菜疙瘩 也叫大头菜 这种菜是一种根用芥菜 人们食用的 主要的是它的根部 除了这个根用芥菜之外 另外还有叶用芥菜 叶用芥菜 食用的主要部分 是茎和叶 这种芥菜 也适合腌制食用 比如说我们吃的酸菜鱼 那里面的酸菜 就是用芥菜腌制而成的 在清朝初年有一个大学者叫朱一尊 这个人学问大得不得了 诗词歌赋也样样精通 属于一位全能型的人才 传说清代著名的饮食著作 叫石献红蜜 这个书也是朱一尊的作品 在这个石献红蜜里面 就记载了一种芥菜的腌制方法 称为腹水辣芥菜 是一道很适合夏天食用的风味美食 制作这个腹水辣芥菜 需要芥菜 炒盐 花椒 茴香末 醋 麻油 这么几种原料 要选芥菜 嫩头细叶 长两寸 即压内小枝 把它晒十分干 用炒盐揉搓透 拌入花椒末 茴香末 装入瓮中按紧 用麻油浇满瓮口 然后让油慢慢的渗到瓮里面 当然你直接用油 把菜拌匀也可以 这样一两天之后 用竹席盖好瓮口 然后用竹筷子摆成十字 把竹席撑紧 把这个瓮倒附在一个盆中 这样过一两天 菜里边的油就会从竹席中溺出 然后再把这个瓮倒置着 放入一个成清水的盆中 这个盆里的水要没过这个瓮一两寸 这样连续七天 每天换一次水 七天后 找一个干燥的地方 把这个菜倒出来 用纸把这个水迹吸干 包好 再用泥封上 这个菜就可以长期保存了 吃的时候取出来 这个菜颜色还是翠绿的 你把它切细 用好醋浇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菜的口味如何呢 实际红碧上说得很清楚 这个菜叫鲜辣 醒酒加品也 因为它吃起来有辣味 制作的时候 要讲瓮口附于水中 所以才有一个名字 叫附水辣介菜 最近呢 大家的关注点啊 都在我们的奥运健儿们 在赛场上的出测表现 可能呢 已经有一些小伙伴忘了 还有一群外出旅行的项群 截至到8月6号的19点 云南野项群 持续在玉溪市 原江县小甘坝村 正北方向的 670米处的林地内活动 目前他们都很平安 正在加速的奔王家园 8月3号 贵州毕节一所快递站 收到一份来自贵州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但是却送不出去 收件信息是错误的 电话号码是空号 地址也不对 完全找不到人 村里的大爷 只得拿着喇叭 大喊学生名字 全村寻人 但是还是没人回应 快递员谭师傅 只好把邮件远路退回 这些内容 节目的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畅游辽宁 走进我省的世界文化遗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子涵 第一时间我们明天见